放些芽菜 好 完成了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瘦肉片炒芽菜 配些少許韭菜、紅蘿蔔 香料有薑、蔥、蒜 這道菜好吃 首先選食材很重要 一定要選嫩滑的瘦肉 先處理瘦肉 需要時間去醃一下 先處理瘦肉 這兩塊瘦肉 就是細絲骨底 那塊瘦肉 很嫩滑 洗乾淨 這塊瘦肉會有筋 筋也不會太硬 可以蓋上少許 吞一下就出來了 切的時候 肉片每一塊都是薄 最近要均勻 大小就不緊要 有少許油脂也不緊要 更香 我們還是把紋切斷 更嫩滑 要調味道 少許鹽 少許糖 胡椒粉 1湯匙生抽 半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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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4汤匙大约4汤匙 水已经吃光了 放一点油 放开一下 香滑松散 不能再咸一下 拍松一下红葱头 少一寸 姜片 蒜 切成丁 蒜用刀背变 切成片 煎到周围 不够碎 刀背切过后 反开刀锋 很碎 切断 选拌炒, 炒一点就可以了 够了 和韭菜一起放在一起 姜, 葱, 蒜, 红萝卜, 韭菜 都在这里, 调一个味 小的就是放在芽菜里的 放少许盐 少许糖 少许胡椒粉 放少许包汁或者蠔油 放在芽菜里 少许碗清水 1茶匙生粉 半汤匙生抽 拌均匀 这些芽菜有筋 我又不想要筋 也要收拾一下 如果早出去买, 一般整齐齐 你回来自己收拾也不难收拾 但是今天, 我拌了出去 它的芽菜已经弄到它很暖 整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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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芽菜 采勺只是汤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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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 牙齿凉好多 洗一次 洗三次 起码都要洗三次 烧热锅 锅里放入 先炒芽菜 将油移动一下 先拌一下姜 炒香后放一半的蒜 很香 放芽菜 芽菜很容易出彩 千万不要放盐 最合适的调味 看到芽菜很软身 红萝卜和韭菜 放在这里 炒肉片 炒芽菜很快 炒芽菜很快 炒芽菜 很快 这些就是调味的了 把芽菜铺开 松开 继续烧热锅 铁片 锅热放入 炒香的葱头 姜片放入蒜 转换一下锅 等这些位置降温 让小火炒香 最有一定的时间才炒香 放入蒜头 火不要猛热 放入肉片 放入肉片 马上 锅在小火 火爆开 很扩 肉条很 Motors 是很滑的 現在看起來很滑 很滑 已經炒了,像黃黃的 現在已經熟了 蔥也加了 上去有些顏色的 老抽和山菜 即是漂亮的 好,就可以了 熟了 這些醬汁也不要浪費 淋上去 醬汁也淋上去 好,讓我來試試 看肉片 一定是嫩滑的 看肉片 絕對嫩滑的 再來是芽菜 嗯 又爽又甜 很棒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試試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點讚 多謝大家,拜拜